尊敬的Ladies and Gentlemen 兄弟们 and the Sermonmen 屏幕极前的朋友们 过年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2023乡亲届春节联欢会的报道现场 请允许我代表许愿池的王宝们和轩宇女士 对各位贵宾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福 单身好汉齐聚一堂 共同迎来新的一年 下面预告本次乡亲联谊会的节目单 节目安排从初一到初七 结为近期真实相亲故事改编 剧情跌倒起伏 过年青天乐 相亲也快乐 大年初一是小品牌杠 一对大龄的相亲男女约好一起吃饭 见面后互相嫌弃年龄大 于是男士心有不甘 强烈要求犯嫌疑 女方同意但心情极度不爽 电话喊来一个闺蜜 男方一看气不过 电话也喊来了哥们 就这样双方抬杠 最终女方喊来了三个人 男方喊来了四个人 以多一人的局势碾压对方 一共九人吃碗这顿饭 大年初二是家庭短剧刷碗 一男士带着相亲半个月的女友 开心的来到了自己家里 初次见父母 女友很是害羞腼腆 吃完饭 男士没事找抽行的 要求女友帮忙刷碗表现自己 女友坚决反对 上门是客人 凭什么要主动上碗 两人争吵起来 当场提出分手 摔门而出 男友事后痛哭流泪 大年初三是户外故事 旅游 一对相亲男女 相约出去旅游 各怀鬼胎 准备通过旅游确认关系 结果到了警区 女士意外受伤 男士提出公主报 谁知没走几步 两人摔成了狗吃屎 为此两人从头朝堂尾 互相指责 最终关系没确认成 还老死不相往来 大年初四围记录片提亲 一男士去女友家里提亲 被告知要彩礼20万 假装只有四条被子的时候 男士一听当场上诉 自己年薪30多万 对方年薪才5万 怎么好意思狮子大开口 诉求希望女方降价 谁知女方坚决不退让 认为20万合情合理 男士一听 愤怒转身决定分手 气得女方血压急需上升 差点脑梗 大年初五为相亲脑抽短剧前任 一对大龄胜男胜女相亲 两人起初互朽好感 期间女子脑子被淋漆了 当着男士的面 接了前任电话 还一聊半个点 挂了电话之后 梨花带雨跟男士诉哭 自己是多么的怀念前任 说自己是一名重情义的好姑娘 男士决定不计前嫌 主动安慰她 并好好对待她 谁知刚回到家 接到没人电话 被告知女方觉得她太丑了 拒绝了 嗯 大年初六的节目是小品争吵 一位姑娘32岁 本科学历 月薪5000 公开叫板一位30岁 重点211硕士 月薪以万的男士 女方认为男士月薪配不上自己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扬言男人年薪不到30 绝对不从 男士一听不服 找没人理论 没人一听 转身介绍了一位26岁 本科学历月薪7000的姑娘 两人双双把家还 大年初期的节目为 喜剧片脸皮薄 哎呀 一对乡亲男女见面 男士看了眼 女方觉得没演员不合适 谁知女方却很中意男士 男士想走 但脸皮薄 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硬是陪着女生 在公园里面拎着两瓶矿泉水 在寒冬中溜达了五个点 最后女方提出 要请男士吃饭看电影 男士一听立马瘫倒在地 抽搐着说自己有杨叠风 才躲过一劫 本次预告现场的最后 奉献一首难忘今宵 该关注的关注 该保命的保命 明年招兵买马 壮大学职 欧力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